大家好,我是素颜出镜的钟小姐,然后我刚刚看到一个爆炸性的新闻,然后我就简单说一分钟,说两句,就是我六点多钟的时候,实际上我正在吃晚饭,然后我吃完晚饭,就刷到一条新闻,就刚刚爆出来的消息,就是大概就是今天英国伦敦时间的2月5号的下午6点钟,官方白金汉宫刚刚发布的一个重磅的消息,就是英国现在的国王查尔斯国王, 被确诊前列腺癌,之前他不是说他和凯特王妃都要去做手术吗,然后凯特王妃做的是腹部手术,查尔斯国王呢,是做的是这个前列腺的一个小手术,当时说是良性的,然后今天这个白金汉宫才正式发表声明说,在做这个检查并且做这个前列腺良性的手术的时候,发现他有癌变,所以说这个消息一爆出来, 我为什么这么惊讶,是因为是这样子的,就是去年英国的这个预言家,这个灵媒叫帕克的预言家,他一直都预言非常准的,然后呢,他去年2023年的时候,我就看过他的视频,他当时就说,他说英国的皇室呢, 查尔斯王子继位以后呢,会将,会在他,就是还没有去世的时候,就是会在查尔斯国王在世的时候,就把这个王位,就是传给他,威廉王子, 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,你知道吗,因为,你想想看,英国女王做了60多年的女王,就做了他都90多岁了,然后去世了,然后查尔斯才继承的王位嘛, 那么就是说,你如果没有看到今天的这个消息的话,就是我们大家就都会想不明白,为什么查尔斯国王会在他还没有去世,就是还在世的时候, 会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呢,就是这不符合那个,就是继位的那个,一般来说的规定,当然我们也都知道,就是今年的 一月初的时候呢,丹麦的那个女王,也把他的这个王位,他已经80多岁了,传给了他的长子,那么呢,丹麦女王当时呢,是因为他去年2023年的 他背部受伤,然后做了一个手术,然后那之后他就觉得,哎呀,他身体也不行了,本来也80多岁的老人了嘛,他就决定要 这个就是好好休息一下,就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了,其实这个倒也可以理解,真的像英国女王那样超长待机的君主,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,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二世,真的是鞠躬尽瘁啊,蜡锤成灰类屎干啊,但是就是说,去年我们看到这个英国这个丹麦帕克的这个预言的时候, 我个人我是完全不能理解的,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查尔斯国王会在他就是还活着的时候,就把王位传承给这个威廉王子, 那么现在这个新闻一出来,这个预言我觉得80%以上就会成真了,就是因为查尔斯王子他本身已经在患癌的情况下,那他当然不能够太劳累,不能太操劳,就是不能够比如说, 旅行他那个王室作为一个英国王室国王的职责,比如他会每天都会有很多的行程,还有包括外出,出国,就是到各个国家去这种外交礼节, 其实王室作国王的事情真的蛮多的,所以那个爱江山不爱美人的那个英国国王,他就是嘛,他为了娶这个离异的那个美国的叫辛普森夫人,对吧, 然后那个女的又离过婚,然后他当时好像就做了很短很短时间的英国国王,他就爱江山不爱美人,他就宁可为了这个他心爱的女人,然后他们也已经结婚了,来放弃了英国王位, 这样呢,这个伊丽莎白二世这个女王的爸爸呢,才继承了,因为他退位了嘛,那么伊丽莎白女王的爸爸才继承了这个英国王位, 所以像,我怎么会扯到这里来,我的意思就是说,像伊丽莎白他们都是超长待机的, 那么查尔斯王子就是如果说不是因为身体状况的话,我估计他也不太可能就是在将来像这个林梅帕克预言的这样子, 把他的王位就传给威廉王子这样子,那么这个林梅帕克当时的这个预言里面还有一句话,大家要注意哦, 他说,查尔斯国王会将他的王位传给威廉王子,然后威廉王子呢,会成为威廉国王,但是,他有说了一句, 他说但是呢,威廉国王就会是英国皇室的最后一个国王了,换句话说, 嗯,我不知道是在多久以后,但是就是在威廉王子做了国王以后, 不知道是在他做国王以后的十年二十年,还是到威廉王子去世的时候, 反正在那个时候,在威廉王子不再做英国国王以后, 英国的皇室的这种制度,君主制,可能就在那时候就彻底结束了, 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一天会是在十年后,二十年后,还是在五十年后,一百年后, 威廉王子也不太可能活一百多岁啊,他今年都已经四十多岁了, 就是说也,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在十年二十年后, 还是在五十年后六十年后,比如说威廉王子都已经一百多岁的时候, 但是,嗯,根据这个,已经应验了,基本上已经应验了百分之, 我不能说应验了一半吧,因为现在查尔斯国王还没有传为给威廉王子, 但是眼看就是,如果他是在生患这个癌症的前提下,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, 如果他的健康状况不是很乐观,不是很理想的话, 他是应该是会传为给这个威廉王子的, 那么在这个帕克的预言已经基本上应验了一半的情况下, 我觉得他的后半段的预言也可能会应验, 就是可能英国的皇室说实话呢, 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了以后,因为现在都已经是21世纪了, 然后其实欧洲各个皇室都已经怎么讲, 很多皇室都已经是名存实亡了, 其实就是一个空壳子而已,就是一个名义上的东西, 所以说呢,这个时代也在进步, 人类都要去登陆火星了,对吧, 然后AI智能,人工智能都快要统治这个世界了, 所以我觉得皇室的衰落和这种君主制的结束呢, 是一种必然的,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, 好,这就是我今天要, 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新闻, 我觉得太惊讶了, 所以我来说几句, 好,再见。